如今吴亦凡的结局已成定论 可是由吴亦凡所曝光的娱乐圈内幕却持续受到关注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路人员和口碑极佳的何炅竟然也被牵扯其中 此外范冰冰、景博然和鲍贝尔也接连遭到质疑 随后何炅等四位明星纷纷报警 生怕受到吴亦凡事件的影响 实际上这一次何炅的举动让人十分意外 因为何炅在圈内不仅有极高的声望 情商也很高 过去无论遇到什么非议何炅都淡然处理 基本上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可是这一次何炅却直接报案处理 可见何炅是真的担心了 吴亦凡从神坛跌落 让明星们意识到 无论是不是圈内顶流 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靠山 如果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 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娱乐圈也并非法外之地 吴亦凡事件算是给圈内人士敲了一次警钟 实际上这一次何炅报警 是因为网上流传着一组聊天记录 何炅等四位明星被点名 所以何炅才会马上报警 而不是近代事件的持续发酵 四位明星受到吴亦凡事件牵连 实际上吴亦凡事件可谓圈内大事 相信时隔多年之后再回看这件事 人们依然会记忆犹新 因为过去大众在看待娱乐明星的时候 并没有太高的标准 认为只要他们有才华 就理应受到大家的追捧 可是经过吴亦凡事件的发酵 大众才意识到 艺人不仅要有才华 德行操守也要过关 娱乐圈需要的是得意双心的优质艺人 而不是什么人都能挤进去捞金 吴亦凡被刑拒之后 关于吴亦凡的事实非非也始终没有停止 网上依然有很多关于吴亦凡的传闻 还有人爆料称 吴亦凡已经供出了一些艺人名单 随后就出现了和何炯有关的聊天记录 除了何炯 景博然等三位明星也被点名 何炯得知这件事之后马上报警处理 因为聊天内容十分恶劣 如果爆料是真实的 那么圈内确实有很多艺人 比吴亦凡的行径还要恶劣 如果这些事情被做时 也一定会让大批粉丝伤心失望 但是何炯的举动似乎是在明确态度 他和吴亦凡事件毫无关系 网上传闻都是假的 最后其他三位艺人也纷纷报警 何炯还筛出了报警后的回职单 以此证实他真的报警了 警方也正在着手处理此事 截至目前为止 关于网上爆料内容的真实与否 还没有任何定论 四位报警明星的后续如何 也没有结果 所以网友应当理智看待网上爆出的传闻 因为大部分海外经证实 何炯曾因收礼物遭非议 其实何炯并非第一次遭到非议 过去何炯就因为收礼而受到质疑 很多网友甚至因此怀疑何炯的人品 但是那个时候何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他一直保持沉默 等待那场风波过去 可是这一次何炯却选择报警处理此事 何炯应该意识到了 微凡事件和收礼性质不同 随后还有网友调侃何炯 不知道他这一次报警是以什么理由 难道是因为被大家说收礼感到冤屈而报警吗 还有网友质疑何炯 为什么当初传出何炯收礼的时候 他不去报警 偏偏在这个时候报警 其实网友们的调侃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一认为何炯过去没有报警 就是默认了收礼的事实 第二刺激何炯 但是何炯并不在乎网友调侃 毕竟这两件事性质不同 一旦何炯因为无意反受了牵连 将来他也有可能跌下神坛 也无法在圈内生存 这才是最让何老师担心的关键所在 再来回看当时的收礼风波 起初是何炯挑起话头 和嘉宾聊了粉丝送偶像礼物这件事 谁知道嘉宾竟然马上提到了 其他明信拿着粉丝送的礼物 另送他人的事实 何炯当时也愉悦应答 并没有感到意外 从他们的对谈当中可以看出 其实这种现象在圈内已经十分普遍 明星之间会护送粉丝礼物 有的包装上还没有撕下明星的名字 何炯当时还笑着喊话粉丝 不要再送保温杯 他已经有几十个了 实际上何炯和其他几位快乐大本营主持人 拿礼物拿到手软 大部分粉丝都是普通人 而且学生所占比例很高 这些学生根本没有稳定收入 他们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喜爱 会拿着父母的钱给偶像买礼物 现在粉丝送礼出手过拙 动辄上千已经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可是结合何炯和嘉宾的态度来看 其实圈内明星在收到礼物之后 大多不会仔细看 有的甚至直接转送给他人 在何炯看来 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需要瞒着掖着 可是谁知道 当他们说出实话以后 马上就遭到网友们的攻击 收礼风波就如同吴亦凡事件一样 有些现象在圈内人士看来是极为正常的 可是却和普罗大众的三观不符 更加重要的是 相信粉丝们都不希望 听到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 竟然被转送他人 甚至被明星卖掉换线 当明星的光环不在真相才最伤人 过去大众对娱乐圈明星的所作所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的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也近乎癫狂 认为偶像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 实至今日还有很多吴亦凡铁粉在支持偶像 或许他们真的已经中毒太深 或许他们只是不想承认 自己所迷恋的偶像竟然不配为人 明星出道之后一般都会经过包装 也会顶着光环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如果明星不懂得遵纪手法 不懂得珍惜自己所得到的一切 一旦光环不在 他们的下场将会十分惨烈 与此同时也会让很多粉丝伤心 所以追捧明星要理智要懂得明辨是非 娱乐圈也需要进行整顿和肃清 避免再出现类似吴亦凡这样的劣迹艺人 吴亦凡其实早就预料到了自己30岁的命运 曾在节目中吴亦凡说 我对30岁最大的感觉就是孤独感 如果真的顿劳子了可不孤独吗 何炯 孤独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 吴亦凡 我也不知道 越靠近30岁越觉得孤单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征婚的原因 其实人的直觉和预感是很强烈的 命运的轨迹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和感受 其实命运已经告诉吴亦凡 30岁以后的命运了 只是吴亦凡忽略了自己的直觉和预感 他内心越孤独越渴望人陪伴 但他又不想走心 所以只能用走甚的方式 去寻找一个又一个短暂伴侣 寻求那短暂的刺激和快感 试图用这种刺激和快感 填补内心的空虚和失落 想要解决孤单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心 找一个好女孩相伴 生儿育女 其实吴亦凡的资深条件 又高又帅 事业有成 还有二三十亿的身家 他这样的条件 可以找到很优秀的女孩相伴一生 但吴亦凡从小成长的环境 已经决定了 他不太可能会拥有正确的三观 在吴亦凡小的时候 以及少年时期 他的三观塑造的重要时期 他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不太友好的环境 被一些不太友好的人和事影响 年少时的吴亦凡面向一连利器 一看就知道 没有被这个世界好好地温柔以待 他的经历和遭遇会让他觉得 世界就是他所接触到的世界 而他会不由自主地 把自己受到的歧视伤害 投射到别人身上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吴亦凡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他的父母都有很大的责任 如果父母不离婚 让他从小在一个健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他可能会走不一样的路 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吴亦凡如果真的蹲牢了 希望他在里面好好改过吧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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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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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